服务处被搜索超过一天半 黄绍廷终于现身 虽然是透过字录影片 但除了否认潜逃或事先知情 也表示已经跟检调联络 会尽快放过说明 但外界关心 到底有没有福报助理费 他也先帮自己定调 一现身就胸有成竹 似乎也跟正办进度 出现逆转有关 原来检方搜索当天 还传唤17个人 最后7人被转为被告 其中6人分别以2万 至30万元交保 一人遭到生压 其他人连同他的父母 则是被请回 但经过积压停 院方最后 让服务处的周姓副主任 吴宝请回 也让检方立刻发出声明 将提出抗告 希望司法能够物网物众 然后对少庭议员来说 因为他深耕地方非常的久了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他能勇敢地面对 能够尽快能够返台 然后亲自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哪个单位也不能讲 我们就司法单位在哪里 虽然国民党暂时没有动作 近代调查 但27号下午 司法人员再度来到服务处 就算黄绍婷还没返国 双方第二波攻防 俨然已经提前展开 TVBS新闻0185 少龙和一信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